一早搬家公司员工来到社区大楼内协助搬家 只见两名员工从房间内一起搬出这个冰箱 周边物品也都是房客要搬走的 之后员工将冰箱搬下楼 并移到社区大楼外 看似没有异状 不过这冰箱其实不是房客的 而是房东的 警卫直觉有异状赶紧打给房东 房东指控房客在搬走冰箱的时候 并没有提前告知或是取得他的同意 后来是经过警卫告知 他到场发现冰箱被搬走了 钓鱼监视器对这名房客提告侵占 但双方的纠纷在报警提告后还没结束 他们出庭后告诉法官 因为发生组屋纠纷 房客因此提前三个月搬家 但却搬走房东的冰箱 在事发五个月期间 房东持续用LINE 不断跟房客讨回自己的冰箱 这起纠纷让大楼警卫印象深刻 我又没有全力过分你说 那个东西怎么怎么走过 被告的房客跟法官解释 因为冰箱当时坏掉 他才会搬走自费修理 后来已经送回租屋处门口了 双方各说各话 为了一个冰箱 房客被判刑 不服在上述被驳回 因为他使用五个月后 在房东催讨下才放回大楼门口 侵占罪已经成立 最后房客付给房东 三万两千元和解付出代价 法官认定房东有表达原谅之意 房客应该没有再犯可能 判刑两个月换刑两年 让他改过自新 东森新闻张仲华 黄子凤在新北市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